社群網路 謝謝剛剛的TeleTalk 關於今天的成果的話 今天就做了一些事情 首先是盤點一些 我們覺得如果發生戰爭的時候 那我們在供筆裡面或是需要什麼資訊 另外我今天還做了一個功能 就是我把GNVHack ND裡面 只要配個民房的 我都做了一個備份程式 所以目前這程式進去 其實是一個很陽春的一個介面 然後就是可以看到 我目前放到Github的page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會有 這些都是就有TAG的民房的Hack ND 然後進去裡面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個是備份出來的版本 那除了圖片跟H2PO都另外備份出來了 那所以以後大家願意協助Miro這個內容的話 你就是只要Miro這個Github Repository的內容 你就可以把這些內容放在一個台灣版本了 所以這邊就是以後歡迎大家 多把覺得自己跟民房有關的內容 都塞進Hack ND中 然後加上民房TAG 那我這邊 Crum要每一天執行一次 把他備份到Github去 那如果以後再有其他人做Miro的話 那這些資料 假如我們連國外網路斷了 都還有機會大家在台灣可以看得到 是 加的話就是你要在最上面加TAG 然後冒號民房 用這個方法來加它就會出現在裡面 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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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其實還有蠻多事情想做的 例如說 Crum我還沒有做 現在我是手動做的 但之後就是 我會盡快讓他每天更新 然後以及就是會需要有機制 是只要在台灣用伺服器的人 都可以來幫忙Miro 那麼我們可能也會設一個 Domain 例如說是 Docs.defense.tw 然後它裡面就可以列出哪些地方Miro的 那麼 這樣子就 就有很多地方可以連 那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會需要一個首頁 就是這首頁 是讓大家可能很有條理的知道說 我要找什麼資訊 我要怎麼找 因為現在假設說 一發生 就是 防空警報響了 然後我們連國外網路都斷了 這時候你也沒有Google可以用了 所以你就很需要一個好的索引案 幫助你找到 假如我受傷了怎麼辦 假如我現在要找附近的醫院 我要找附近的 我要在哪裡找 那可能都會需要一個鎖影 能夠引導到 引導到就需要資訊 那 另外 因為裡面蠻多的共筆 它其實也很多是連外出去的 那假如又連外出去的 那這些東西有可能還是在國外 所以我們也需要機制就是去盤點說 這個又連外出去的內容 是不是重要到 其實我們最好把那些內容也要搬到台灣來 這樣子 就是還有機會可以看 所以這些是我覺得這一個 民防備份 就是後面還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今天也有稍微盤點一下說 因為在開源界 在作業系統的開源那邊 還蠻普及 蠻普遍的就是會有很多學校的計算機中心 會幫忙分流就是國外的作業系統 那原因也是很單純就是因為 學校裡面可能很多那種作業系統課 或什麼 他們都需要安裝 那安裝以及國外安裝 不如就近就在學校機中下載安裝 速度會快很多 那我又有盤點說 例如說 Ubuntu VPSD 這些有哪些學校有幫忙分流 那這些我覺得 接下來 假如我不要分流這些防災資訊的時候 我覺得蠻 就是可以優先去聯絡說 你們願意幫忙 就用現有機制再來分流這些事情 那再來也有列就是 例如說 假如 想要聯絡蘇發部 蘇發部想要做什麼樣的盤點的時候 覺得也可以放在一些 這個地方 所以這段共筆的話 我在Channel上有貼 然後 目前我們也有明方Channel 然後我下禮拜四的那個 OCF的那個 網路自由小具 可能也會提出這些來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題目 還有感興趣的話 那也可以在共筆上填 可以在SlackChannel 也可以下禮拜四大家再見面 好 這是今天的提愛 謝謝羅尼 我們說明一下 我剛剛那個IDEC並不是針對任何專案 那是一個真實對話 那是真實對話 就是前幾天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要去尼布我參加今天的IDEC 然後我就 說什麼IDEC 就是I don't even care 嗎 對 我當下這個是理解成 他在跟我就是 我問他他去拿 他說I don't even care 那接下來最後是